都不化 不过大爷就出门上班 再看看这身穿搭 身蓝色毛衣搭配黑丝袜 更是涂到奶奶家 但你绝对不敢相信 这么涂气的女孩 居然在时尚杂志社当助理 她的同事整日精心打扮 不是穿限量换皮鞋 就是背罪新款包包 看着安娜这副穷酸相 同事眼镜翻上天 怎么会有这么涂的人 而安娜的上司米兰达 更是时尚界的天花板 面试时 安娜一身涂气的打扮 让米兰达觉得辣眼镜 面对霸气侧漏的米兰达 安娜并不畏惧 执言自己不懂时尚 但她足够聪明会观察 米兰达听完 把头转向一边不再理她 安娜失去的离开 她觉得自己指定没戏 然而第二天 米兰达一个电话打来 惊醒了睡梦中的安娜 她噩梦般的工作就这样开起来 早晨她要先买好咖啡 放在米兰达的桌上 然后奔摩克大买手电 整天不是去拿衣服 就是在拿衣服的路上 安娜完全不懂时尚 什么CK裙子 虎吃包包 听起来就像天书 朱里的琐碎工作 更是让安娜手忙脚乱 米兰达让她订餐厅座位 她记不住具体地址 让她联系客人 对方是西蒙还是富兰克 她也弄不清楚 这天米兰达去迈阿米出差 她想连夜飞回纽约 于是打电话让安娜订票 可迈阿米的天气恶劣 当晚飞机全部停飞 安娜找遍所有关系 依旧订不到反乘机票 第二天回到公司 米兰达非常生气 她斥责安娜恐有皮囊 还说道 我招你进来 就是看中你不会打扮 想着你肯定把心思花在工作上 但现在看来 你的表现也不过如此 听完这番话 安娜备受打击 她没有反驳 竟直转身离开 真想嫁给这样的上司 前你不会打扮 先送你一件杜珈班纳披风 再送你一条香奈儿裙子 要给你限量款的包包 还得给你配双最新款的鞋 不允许你穿重样衣服 让你必须一天一换 保证你每天都是街上最亮的仔 要知道曾经的安娜 怎么舒服怎么来 高跟鞋从来不穿 活着后免疫就能出门 当她穿戴一身名牌 才这限量款恨天高 再次出现在米兰达面前 米兰达当场看傻眼 就连安娜离开的背影 她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 安娜不仅在穿着善有改变 在工作中 她也一改往日的马虎 平时记不住的人名 现在提起电话张口就来 那些弄不懂的奢侈品 现在也能分门别类找出来 看着能力之间提升的安娜 米兰达对她也越来越重视 不仅派她去对接知名设计师 就连公司内部的选品大会 也带着她一同参加 这天米兰达让安娜送杂志到家里 安娜刚走上楼梯 就撞见米兰达和丈夫在吵架 她干纳的把杂志放在地上 转头逃离 第二天米兰达说 自己的女儿喜欢哈利波特 让安娜去找位出版的手抄稿 并且 她的女儿三小时后要离开纽约 安娜当时误了 她这就是在打击报复 三小时内怎么可能拿到手抄稿 最后她想到一个办法 动用杂志社的人脉资源 找到哈利波特的编辑 幸运的是 对方的手抄稿被保存完好 三小时刚结束 安娜却将一本手抄稿 放在了米兰达的桌上 米兰达却说 你想让我的双胞胎看一本吗 安娜当定应对 不用担心 我已经复印两份 并且您的女儿已经在看了 安娜的应变能力 再次让米兰达刮目相看 筹备一年的巴黎大秀即将到来 前往巴黎的名单也确定 但米兰达改变主意 是事后换换新鲜血液了 她绿茶了这个女孩 不仅害同时车祸住院 还抢走别人的进修名额 事后却一脸无辜 说自己不想要这个名额 只是被敌无奈 同时艾米斥则道 我最讨厌的一点 不是你拿走了这个名额 而是你口口声声说不在乎 说自己对时尚不感兴趣 却轻而易举就能获得 安娜却拿情绪激动 即使心有愧疚 但也不想过多解释 事实上 安娜的工作表现不比艾米差 那日 米兰达带着两人参加晚宴 宴会上人物杂乱 通常需要助理提醒 此时一对男女走来 米兰达一时间想不清姓名 一旁的艾米也直直吾吾 于是开不了口 安娜淡定走到米兰达身边 告知其姓名身份 这才避免尴尬发生 第二天 安娜去到米兰达家送杂志 米兰达告诉她 你可以一起去巴黎 但前提是踢除艾米 而且你的亲口告诉她 眼前的机会来之不易 安娜显得格外珍惜 尽管她知道艾米也很想去巴黎 并且为之准备许久 但在米兰达的怂恿下 她还是通知了艾米 大秀如约而至 安娜和米兰达去到巴黎 她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时尚展 也见到了许多业界知名主编 晚上 她来到米兰达房间 看见她困惧妆容 面色憔悴 安娜走近询问 才得知她要离婚 米兰达并不在乎媒体怎么评论 她只担心孩子受到伤害 见她这副模样 安娜才发现 原来女魔头也有脆弱的一面 第二天 安娜得知 米兰达的主编位置要被顶替 她想要通知米兰达 却三番五次被对方打断 晚宴前 安娜终于将此事告知米兰达 但发现她却毫不在意 随后 米兰达走上讲台 宣布主管人选 原本选定光头难担任 没想她话锋一转 竟成了那个顶替她的人 给了对方一个主管位置 自己的主编地位就能保住 原来 米兰达早就得知此事 于是她私下找到合伙人 拿出一份股东名单 作为谈判筹码 对方不得不让步 只好同意她继续就任 安娜听着米兰达营造的局 不由得心里发慌 自己绝不能成为这样的人 米兰达表示感谢她的担忧 还说看见了她的真诚 但安娜无法忍受这种欺骗 于是她果断请辞 转身离开 回到纽约后 她鞠躬问好 最后便昂首阔步 自信地离开 这一次 即使没有华丽的装扮 她也能在自己的路上 走得发光发惨 这场影片穿普拉达的女王 生活中 你的选择不止一种 你可以穿着名牌衣服 换着限量款包包 当然也可以穿粗布短衣 收集帆布背包 无论哪一种选择 只要是适合自己的 一定就是最好的